有警示,有故事,这里是北方警示,欢迎回来 嫌疑人李某屡教不改,走到哪儿,偷到哪儿,无独有偶,在盘警还有这么三个难兄难弟 这哥仨相识在盘警市拘留所,他们当时关在一个监视里 其中两个年纪大一点了,是因为寻衅姿势进来的 还有一个小年轻,刚刚满18岁,他是因为抢夺手机进来的 结果这三个人不仅没有好好反省,反倒是相约出去后一起组团实施盗窃 这不,刚出来没多久,三个人就一起又进去了 2019年的9月份,盘警市大蛙区新兴鱼楼新开镇以及盘山县太平镇 先后发生了多起陆氏盗窃案件 被盗物品由手机、香烟、现金等等价值7000多元 王安怡家住在盘山县太平镇,左邻右舍住的都是老乡群 平时村里也很少有外人来 临时去谁家窗个门,大家一般都不用坐门 窗之前我走了我都关上了 关上回来的地方,我发现电话没有了 完了到时候我发现窗开了,大家那个门也开了 然后我发现我家的东西,没发现电话没有了 没过几天,隔壁村的老李家也被盗了 当时我们家里能有6000块钱,当然能有6条烟 当时我应该说是第二天我想找那个,就是我们那老百姓准备干活 当时正值浓忙,老李想雇几个人给自己干活 把钱和烟都准备好了 他自己转身就去外边找人去了 因为大家都是前后院住着,所以老李也没有锁门 我头天是买的,买了我就把那个烟和钱就放在那个衣柜里了 等我第二天用下就发现没有了 我先是要我妻子还是要我母亲给放下来了 最后一问他都没放,后来感觉应该是丢了 我所管辖的辖区是12个村 12村人口是28000人口 而且我所说的那个这12个村里的都是七年套七年 就是七里之间窗门上卖店啥的家大门基本上都是部署 这样一来就是给犯罪嫌疑留下来可承自己 平日里风平浪静,邻里和谐的村子里连续发生弃案 一时搞得四邻不安 西安派出所接警后,立即组织民警对现场进行勘察 同时对周边的群众进行了走访 但是由于被盗的两户人家附近并没有安装视频探头 这就给案件的侦破